身为权倾一时的太皇太后 慈禧在后世的名声一直都很糟糕 有人认为她能走到这一步全凭自己的野心 但却忽略了她还有一大杀气 就是艳若桃李的容貌 凭着这张脸她成功走进了皇帝心头 成为她最受宠爱的女人 并最终大权在握 那么魅力如此大的慈禧到底有多美呢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 世人皆知慈禧霸道 却不知她原来也是倾国家人 她出生于一个并不显赫的家庭 虽然家族也是满清子弟 不过却是提不上名字的 她的出身在当时的后宫不值一提 宫中女人想要得到帝王的宠幸 家族的势力是极其重要的 不过慈禧对此却不以为意 她深知自己的优势在哪 并且决心要好好利用 慈禧小时候有过一个辱名叫做姓真 原因就是她的祖父极爱姓子 在屋后还栽种了几棵杏树 再加上传统的祖父对于孙女既往很深 希望她长大之后会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 于是便大笔一挥写下了此名 慈禧参加选秀那年仅仅16岁 心地刚刚上位 一切百废待兴 于是慈禧便赶上了后宫扩充的好机会 只可惜皇帝的女人何其多 她夹杂在一群花枝招展的贵女之中 根本就无法得到皇帝的目光 于是她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私底下用钱财利用皇帝宠信的太监 获得了对方的日程 对于慈禧来说 这是她成功的开始 后来的经历说明她这一步虽然有些冒险 但是很好用 她吸引皇帝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意 仅仅是按照打听来的时间点 在帝王会路过的地方 展现自己的情境 慈禧年轻时有多美 咸丰帝对她如痴如醉 妃子们都嫉妒她 一天没有用她也不放弃 终于等到了皇帝走到了她所在的地方附近 只听见一阵极其精妙的琴音 如同匆匆流水荡敌人心 皇帝不禁停住了脚步 侧耳倾听了起来 等到一曲终了 才抬不去看清究竟是何等妙人 只见端坐在里面的女子不仅琴技出众 还有着天人之姿 皇帝瞬间惊喜万分 万万想不到自己的身边还有这样的家人 现在才发现真是浪费了 于是很快就单独召见了慈禧 与她有了肌肤之亲之后十分满意 还给了对方贵人的封号 尽管宫中并不缺乏美女 但在皇帝心中慈禧却是最特别的一个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 皇帝几乎夜夜流连于慈禧处 对她的赏赐更是如同流水般下来 更有甚者因为沉浸于慈禧带来的温柔香中 皇帝甚至荒废了朝政 还是皇后申明大意 跪在皇帝面前恳求她不可不离朝政 皇帝也知道自己不可做得太过 腓上责怪皇后几句便离开了慈禧身边 当然皇帝离开了以后 对慈禧十分痛恨的皇后也没有让她好过 皇后命令她跪下 一边令人对她责打一番 一番敲打过后才离开了宫殿 这也让慈禧对皇后恨之入骨 皇帝驾崩后慈禧与皇后共同执掌后宫 可是慈禧想尽了办法都无法独占大权 可见这位皇后也是一个有手段的女人 既然皇帝能够对慈禧如此钟情 甚至为了她能耽误正事 可见她的美色之盛 慈禧年轻时有多美 咸丰帝对她如痴如醉 妃子们都嫉妒她 不过那些流传下来的太后赵中 慈禧已经衰老了 皮肤松弛肤色暗淡 难以想象她的容貌真实水平 既然如此 如何判断她究竟是不是一个美人呢 有几件意识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位一生为宫廷服务的女随从 对慈禧的美丽丝毫不利于一美之词 她说太后十几岁时的姿色简直是冠绝后宫 哪怕年纪渐渐大了 也依然有着几分如同少女般的美丽颜色 从中不难听出慈禧的美在宫中是独一份的了 即使在无数美女之中依然有着一席之地 这位女随从毕竟是跟随慈禧身边的 她说这话难免会有所夸大 想要讨好太后 但是另一人的话显然更能令人信服 她就是曾经贴身服侍慈禧多年的宫女 后来清朝彻底灭亡之后 她已是老人 这位宫女将自己在宫廷中的经历都诉说出来 后来编转成了一本书 也是为此 她说的话是最贴近历史的 她眼中的慈禧不仅姿色惊人 而且常常将自己打扮得青春亮丽 只要装扮在身上的事物 无一处不精美 她从13岁时便贴身服侍慈禧 整整八年是慈禧年轻时一切大事的亲历者 即使后来的慈禧已是一位老者 可她眼里的太后依然是美艳逼人的 而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美貌 也是不遗余力 因为旁人提及洗牛奶欲 可以令肌肤像奶一般白皙透亮 她就命宫女为自己每天备下牛奶 为了令自己的身体能散发一种天然的香气 她就每天往自己身上涂香料 只能说为了获得帝王的喜爱 慈禧也是拼了 那么大家是否有听说过慈禧的故事呢 对于她的手段你们又是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